创意比赛近在运动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今天开盘开高之后也没有多高 涨37点 那么10点过后非常准时 10点过后由红翻黑一路的往下杀 而且几乎也没什么买盘的 一直跌跌跌跌到10点45之后才开始出现一个反弹 好台北股市今天是下跌了55点 成交量是969亿有稍微放大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跌成这样子来讲 我觉得是跟今天头版头条是有关系的 你今天自己去翻一下报纸 头版头条是什么 就是中八段交 有些报纸媒体特别还是把它写成切八段 蛮搞笑的 但是市场的确会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就是说我们外交上的困境 会不会产生了所谓的骨牌效应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能也因此会波及到国内的一些产业 恐怕也会波及到 那当然这个方面就已经开始影响到股票了 这个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会跌这么多也是有原因的 今天虽然跌也跌55点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盘中的时候一度跌了将近100点 跌了94点 那整个盘市一根黑棒跌下来 这根黑棒跌下来的话 那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回到原来的多头轨道 那更不用提说指数还能够创新高了 甚至于今天跌下来之后最低点是来到10033 恐怕随时都会灌破1万点 这个是相当有可能的 就是变成积极不保了 这就是论识 也必须得这样子面对现实 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时候的解盘 特别就是说把这个缺口 因为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的确是出现一个缺口 在这个礼拜一也就是6月12号的时候 那6月12号出现这个跳空缺口 当时的形容就有点像是美人眼上的一道疤痕 现在科学比较发达一点 尤其是医学科技 比较发达 当然如果说一道疤痕的话 透过美容 整形 很快的可以把疤痕消除不见 那美人当然还是美人 那当然就是没什么问题 台股就是如此 如果说你这道疤痕出现了 跳空缺口 疤痕出现了 如果你能够在未来这两天 包括昨天也都算进去 还包括今天还包括明天 如果说能够透过这两三天的时间 快速的把这个疤痕立刻把它消除掉 那台股当然还是能够回到原来的多头轨道 美女还是美女 回到原来的多头轨道 甚至于創新高 我觉得都有可能的 但是 比较可惜的是 昨天给了一天的时间 没办法 今天再给一天的时间 还是没办法 而且今天更糟糕 各位看一下她画面 今天反弹是无力的 反弹只是比前两天的高点 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你也知道 我刚刚所提到的 十点过后 一会儿红翻天 猪羊就变色了 就一路地带下来 所以黑棒掉下来之后 几乎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缺口就变成很难去做填补的动作了 所以这个就回到美女的疤痕了 赶快地把她这个疤痕消除掉的话 那美女当然是美女 如果没有消除掉了 如果说明把这个疤痕消除掉了 那美女就变丑了 而且随着日子越长 美女就会自暴自弃 然后就变成丑上加丑 台股的状况就有点类似这样子 当你疤痕出现了 如果你历经昨天跟今天 譬如说再加上明天好了 如果这个缺口还一事一然的 没有把它填补回去的话 那美女就变丑 所以这个各位心理上面 要这样的准备 那其实会造成 今天台股会走到这个地步来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 意料之外的事情 因为不然的话 我过去这两天是怎么跟各位提醒的 你本来就是该有戒心的 对不对 该有戒心的 这根本不是意料之外的 我再讲一次 这不是意料之外 甚至也绝非偶然 根本就是在我的沙凡推演 就可以推得出来的事情 因为过去这些日子 我一直跟各位讲 其实过了今天之后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今天反正已经形成一个黑棒了 过了今天之后 我要必须跟各位讲 就是说不管你今天开始 想要做多或做空的话 尤其做空也是一样 不管你今天之后 想要做多或做空 你都必须要确实的旅行到 就是建好就收 建不好也得收 为什么说特别是做空也是一样 因为做空来讲话 是很多散户不太敢去碰的 就好像禁忌的话题一样 但是问题是它本来就是 政府提供给我们一个合法的工具 外国也能够放空 那台湾本来就可以放空了 只是说太多的散户 搞不清楚做空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很简单 你看好就是做多 就是往上做 对不对 就好像你买房子 买什么东西也是一样 买了就希望它涨价上去 对不对 这是做多 但是如果说不小心买下去会叠价 那就变成损失了 那大家都不想损失 那如果买了会叠价 那你干脆就用放空的方式 就是等于是倒点边垮 往上看做多 往下看就做空 这样你了解了吗 放空下去它跌下来你就赚钱 做多进去上来就赚钱 放空是下去你赚钱 这样我想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希望各位不要排斥做空 因为太多的历史上 有很多的教训告诉我们 就是说 来到一万多点 那掉下去 杀的哥们就是昏天暗地 那这常常发生的事情 那造成投资人 受伤的受伤 断手断脚断头的常常发生 所以呢要如何的保护自己 各位心里要好谱 总不能说 排骨只能够做多 不敢做空的 那如果只敢做多 不敢做空的话 万一跌下来的话 你不是束手就服了吗 能够这样子 这样子坐立难安 我根本告诉你 就是根本寝食难安 不是坐立难安人也 坐立难安人就坐跟立着 站着 寝食难安的话 就是说连睡觉都能让你难受 这个叫寝食难安 所以呢一旦跌下来之后 你也要能够懂得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自己呢 第一个就最简单的 就是你要懂得上车 就是要懂得下车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你又担不住 你也是要懂得下车 不是说盘下来之后 要记得下车 盘上去的话 你也必须要不断地下车 就像我们不断地这样子坐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说除了记得 见好就是上车下车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懂得做多 也要懂得做空 一个死多头老师来讲话 根本在这盘事一定会受伤的啦 那死空头老师的话 那更不用提 过去到盘一直冲冲冲到一万多点了 那早就应该被淘汰掉了啦 所以呢 做多做空 本来就是一个合法 非常合乎规定的一项工具 那当然叫善用之 有的工具 你就要善用之 这样子才能够使得它变得更厉害一点 这样了解吗 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是在今天早上的一个讯息 我拿出来给各位看 让各位能够了解 我今天早上是想着些什么事情 美国股市反弹收红 再加上大力光是今天的股东会 不过先讲 大力光今天开完股东会之后 股价就立刻有红翻黑了 好 大力光今天股东会 台股本来就应该可以像我们昨天才能搞的确 所以我有预测到就是说今天会向上弹 有 今天难道没有弹吗 你看早盘的时候呢 前一个钟头是不是往上反弹 但是呢 再看看去 难道这两天 外资卖超台股力道不弱 假如外资对台股由顺风吹转变为逆风吹的话 则不能过度乐观眼前的反弹 该出还是得出 说实在讲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刚刚都还没提到我们自己手上的股票 好 我们今天学很不容易 今天我们的高评 老家老家老家 九车九车九车 九车当然 包括放空的都有了 等一下你看下去就知道 我们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动作 好 这个就是精彩的一天 台股或许很多人今天很受不了 就是说开高沙地下去之后呢 当然呢 只要是做多的 或者说你这盘中买股票的 可能都会受伤 免不了的 这是表示你判断错误的方向 还有一点就是 你更严重的 你做多忘了下车 我要讲忘了是客气一点 就是不会驾车啦 我的车没落车的位置 根本是不对啦 我们看一下 这昨天传练稿当中有写到一些事情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以今天来看的话 的确是准确无比哦 6月13号 昨天礼拜二号 昨天涨18点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所写的 旧技术面来讲的话 昨天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台股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是蛮大的 只要缺口你不回田 台股想回到原来的多头轨道 继续往上创新高 根本就是吃人说梦话 一般的不切实际 好了 不管是大盘肋股或个股都是一样 一旦出现往下的跳空缺口的话 所谓的技术性的压力会瞬间的出现 瞬间的拉高 如果要化解这个无形 那么除非未来两三天 但是今天已经算两天 昨天也算一天 今天再算第二天 如果指数或缺口快速上升 回一天缺口的话 那就没事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我昨天所写的 我判断今天 因为明天就今天了 我判断今天的台股 应该能有继续往上反弹的能力 的确 今天早晨的时候 一度反弹涨上17点 只是弹力有多高 或者上升会有多高 这可得要台股本身加拔劲呢 然而总之 在台股技术面 才刚产生有转弱嫌疑之下 过去都已经在小心了 如今更应该要小心 事实说就是这样 我刚才没说 这盘基地会发生 这种情况来讲话 根本不是什么意味料之外的 而且绝非偶然的 因为我们在过去 凭借自己的一个上反推演 就已经推到这个地方来了嘛 对不对 我们在过去这几天 在跟各位讲 就是要懂得进攻 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今天早上解盘的时候 特别提到 这个就像中古战场上的一些武士 你去想想看 当时他是怎么一个装扮自己的 好 拿的是武器而已吗 他也懂得拿盾牌 盾牌 武器 那武器的话 比如说刀 剑 长枪 好了我们就讲长枪好了 他右手拿长枪 是不是就是为了进攻去斩杀敌人 左手拿盾牌的话 是不是叫保护自己 当你上了战场 尤其是在一万点的战场的时候呢 你必须得这样子的武装自己 就是右手拿长枪 就是要喊杀 杀三振天 就是要冲刺到更高的地方去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来到一万多点的话 一定风险也跟着提升上来 前面的敌人可能也会更多 所以当你面对了更多的敌人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是在进攻而已 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了 所以要索索 拿起盾牌 这个就如同 我一直在跟郭强调的 就是说 我们来到一万多点的伤 你这个国票 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 怎么样叫做保护自己 什么叫做进攻 又做出了保护自己这个策略 怎么说 很简单呢 保护自己就是 放空也是一条路 下车更是一条路 放空 因为你都做多嘛 你做多的话 一直等于是进攻 大盘往上 你做多就进攻 大盘往下 你放空就是进攻 这是相反方向的 但是同样的意思的 所以你大盘只是往上的时候呢 你要懂得进攻就做多 但是要保护自己 又放空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 你要懂得随时下车 懂得随时下车 因为你如果没落车 要表示 你减着这支国票 要自己空中 你要害过来 还在空中飞啊 不是你的啊 你只要是抱着 在手里面 你没有做出任何的 获利若呆维安的动作 或者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两股票 从来就不是你的 从来就不是 NEVER 懂吗 所以呢 如何进攻 如何保护自己 再过去 我们撒凡推演 就一直的告诉你了 所以面对今天 台北股市的 这样子一个黑棒下来的话 炒炒他的黑棒 我的大股 他两个真正 又撒起的威 我告诉你啊 可能就是造成 我们的获利更多而已啊 那你会许说 那如果上去了 我告诉你 我获利也是会很多啦 为什么 我根本不在乎 它跌得往上往下 这不是我在乎的一点 我在乎是说 你有没有做到 多空都做了 然后都懂得 做出下车的动作 你只要做出这两点的话 那今天大凡 往上 就回到一万 一万三千点 或大凡跌到什么 五千点 那个光我屁事啊 那个都没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这样了解吗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我们今天做了 似乎是好多精彩的动作 你看下去就知道 但是我在讲之前啊 我们先看一档鼓球 因为这档鼓球 我最近超喜欢讲的 你先看 郁金光 今天大凡 跌了五十五点 郁金光跌了十块半 也算是跌了中黑 那你看这几天的 郁金光那一家的话 请问你应该做多做空 我告诉你 做多不对啦 一定是不对的嘛 我能下底了啊 做空也不对啊 为什么 你如果说这一天做空的话 被拉上去 你可能赶快会做回舔 会补动作 你隔天再来放空的话 又来不及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几天 干脆不要做他 我现在讲了半天 就是郁金光 老了他吧 这两天 根本不用做他 能够做他的时间 最美最美的 最甜的一段 是在这两天 这两天 六月八和六月七号 你懂吗 我们看一下 六月七号的时候呢 为什么做那两天 六月七号呢 因为他是涨停板 当然就好走呀 那我那天怎么做呢 先补空单 手上有空单 先补起来 这个空单一补起来的话 就赚四十块钱了 然后呢 顺手便买进 不是补空单而已 做买进 就这个圈圈的地方 补了空单 也顺便做买进 我没有给你写这个地方 那就太恶心了 什么地方做的 就什么地方圈起来 不是补在这个地方 补在这个地方 补空单就赚四十块钱 而且变买进 当天就这样子 涨停板 看隔天下车了 我也没有给你圈在这个地方 我圈在这个地方 圈在这个地方的话 叫恶心哦 懂吗 没有人去这样子做的 所以呢 当天 这个郁金光 在拉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 就是 好 就等它 看你能够拉多高 但是呢 后来它没有往下跌了嘛 好了 就弹起来的时候 做卖出的动作 这样一个卖出 两天之内 前一天 买进去 隔天 卖出来 这样子 三零三到三二十 赚了二十一块钱 这就是郁金光 而且连续讲了 两天三天了 当时 放空下去 六月七号 补起来 当天拉 涨停 不止补哦 还切哦 切进去 涨停 隔天拉高 下车 空单赚四十块钱 下车 买进又赚二十一块 然后卖掉 这样子 觉得如何 所以到白天 一万点之上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 在不断的操作 更晃这几天 那更厉害了 你看哦 你吃看上去 这是郁金光哦 还有呢 你看这个是谁 塑合 六月十二十二号 六月十二号 在前天礼拜一的时候 空在这一条 蓝色的线的地方 空二九一 当天收二九零 后来 十三号的时候呢 收起来 小红 红一点点 不管它 今天十三号呢 今天十四号呢 哦 这样就好了 好 空二九一 是在六月十二号 二九一 那我今天收盘呢 已经跌到 二七八点五了 请问各位 这样赚多少 你自己算吧 我帮你算了 十二块半 如果不算手续费的话 就已经赚十二块半了 所以呢 会赚哦 我还写会赚哦 虽然是空二九一 收盘二九零 我还写个会赚哦 你看多么有信心 我已经看准了嘛 所以今天你看 果然会赚 就真的会赚 赚那么多了 那这个是 今天还没回补的股票 我本来有挂加位 但是你因为 我们价位 他们都还没下车哦 还没下车 已经获利这么多了 你等下下个阶段 你会看到 其他下车的股票 是怎么赚到 更多的钱 所以台北股市间跌下去的话 你会觉得是说我们受到什么伤害吗 没有 不只没受到伤害 还获利更多 所以我们不管大反正怎么跌或怎么涨 反正我们该准备好的 一定是准备好了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五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主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破理加速 0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主顾永远值得托付 027810909 27810909 运达主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破理加速 0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和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立即趴下 掩护 稳住抓住脱脚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备无乱 临阵不乱 各位好 欢迎回到 非语时非书现场 我是蔡一璋 台北股市今天跌的也不算太多 但是足够造成惊吓 会 肯定会的 好 不管如何 反正图形造成了就造成了 怎么应对心中有谱 比较好 不要说心中无谱 手中有棋 心中也要有棋 你不能手中有棋 心中完全没棋的 不晓得下什么象棋 上个阶段我们提到 朔和这辆股票 其实我们提到还有包括郁金光 最近所操作的 根本值得 根本就太炫了 用一个炫字来做形容 因为放空下去占40块 上来又赚21块 而且两三天的时间 砍六 收工 若戴维安 那刚提到朔和来讲话 是6月12号放空的 2911 今天收盘278.5 这个还没补 但是从写个会赚两个字 到今天的写成果然会赚 那真的就是赚了 好了 这是朔和 还没补 还在空中飞的 那先来讲的就是 今天的确是若戴维安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6月7号的中美经 那当时我讲了一段话 万点之上 该做多的 你就不要太客气 该做空的话 你也不要留情 不要太多情 我告诉你 做股票如果太多情 绝对不适合做的 股票市场里头 从来不适合 多情的人在里头 跟人家厮杀 你会对敌人多情 你会对自己的股票多情 注定你会鲜血淋漓 我们各位看下去 这是6月7号的中美经 该做多的不要客气 该做空的不要留情 你看我写的空在这边 那到6月14号的时候 今天早上 在8点43分 还没开放的时候 我们稍微把它拉近一点 建议中美经 5483空单 45块6回补 那当然就补起来了 我们各位看一下 今天这一根黑棒 也是蛮大一根的 下去 空在这个点 补在这个点 好 收工若带完 有没有赚钱 所以我们今天会 畏惧大盘往下跌吗 我们从来不怕空头的 太不怕了 多头 我双手欢迎 空头 我也双手欢迎 因为都要欢迎你的 因为你只要多头确立的话 我就勇敢的做 都一直冲上去了 你只要空头确立的话 我就一直毛起进来 一直放空下去了 好 多空不一定的话 我们就是手拿着毛 拿另外一手拿着盾牌 这样子保护自己 然后又可以厮杀 这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我们各位看一下 各位呢 6月12号前天 我也跟各位提到过的 建好就收 建不好也得收 对不对 这是我写的字 那么当时互动这段股票 当时我们就做反多为空 本来做多 那想不对 建不好赶快收起来 赔了 但是陪我要想办法用赚的 赚到更多 让你balance回去 四驾卖出 并且见空 做避险的动作 这是当天给会员看的一个讯息 好的 你看当天 我们就变成用空的 反多为空 放空炉 轰爆弹 12号 看完之后 13号 昨天 空弹 炮弹 继续轰 那看完之后呢 今天14号 对不对 14号 写在这里了 我们再请把它拉进 对 建议互动 空单8点多 空单54块8 获尔利回补 成交了 各位看一下这一张 就知道了 它又是像炮弹一样 一直轰炸下去 补空单 赚钱 再添一笔了 好 各位看一下这一张 我们当时本来是做多的 那空单赶快 就做多的单赶 赶快停舍 赶快回 赶快就做这个 咬断的动作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一直不停舍 一直给它建不好 也不收的话 到这边你不是损失更多吗 所以我们当时 赶快做一个 咬断 翻多为空 空下去 轰炸下去 反而赚了更多 这个就是告诉你的 攻击一定要攻击 但是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您要听得下我的建议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 在满满古海当中的话 恐怕如果说 以今天来看的话 难免会受到一些伤害 满满古海 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或做空什么样的股票 来讲话 从来就不是说 不做功课的人 能够真的赚得到钱的 也从来就不是说 一个多情的人 能够在股市里面 厮杀 而不鲜血淋漓的 我希望说 各位好好的 就是像这样子 攻击 加上保护自己 您要听得下我的建议 可以吗 听得下我的建议 要找我就很简单了 我们公司的电话 就在广告里面 好好多看一眼 我希望说 你要懂得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想赚钱 就要懂得主动 好吗 好了 祝福你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股票操作顺利了 谢谢你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并自财 竟在运通 并大股部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特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来来来 包租公包租婆看过来 自106年1月1日起 住宅租约必须遵守 内政部公告的房屋租赁 对